纳路湾一郎八月份推出千想妙德 陈黛乐 肖世琼 双人书一展 前往欣赏作品 不仅可以浏览到两位老师 这几年来作品风格的变化 也能够从中看到社会发展的脉络与现象 那我的最近的这些字呢 有一部分是跟画面有关系 因为我本身也画画 所以说书法跟画的结合 是目前的一个常识 那另外一个常识就是说 书法本身以前我们在写字的时候 也就是找经典的句子 找唐诗 诵词来写 那现在我是觉得说 可能可以更多的生活化这东西 或者说有一些句子是你确实有感动的 而不只是只局限在书写一些经典的句子上面 那这是最近书法的一个发展的方向 那当然我这里面也加了一些这个社会性的 我们现在就比较清楚的 那我觉得说这个 这样子书法它就不只是一个纯粹过去的东西 它可以跟现代人结合 现代的想法 现代流行的这些东西都可以 这些作品呢 大致上都是这几年所累积下来的 那最主要是希望提供给观者 就是说另外一种书写的可能 我们以往认为的书写是一种方式 那其实书写还有很多种方式 我今年的书写方式跟去年的书写方式 其实也可以有说也有一些不一样 而不是只是在说在这个功力上面 在差多少几年的功力而已 而是我们人一直在转变 我们的心态也在转变 我们的美改也在转变 这些都可以透过这个 一段时间的这些累积展现出来 我觉得书法是感性更多一些 所以有些时候可能 在某些时候觉得 个人比较感性一点 所以可能对书法的喜好又多那么一点点 那传统书法里面打基础 其实是在吸取传统书法里面的养分 来作为我做创意书法的一个云头活水 我想这个非常重要 不可以说我一做现代书法创意书法 然后我就切断传统书法这一条线 这是不对的 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那我始终也相信 艺术创作 特别是书法艺术创作 你要计别两样条件 就是厚度跟热度 那么厚度就是 你在这方面的涵养 比如说你在书法艺术这个领域 不管是零费 要零得多零得广 零得深入 还有对于一些 艺术理论的书籍也要涉类 另外热度就是一种对于书法创作的热情 因为你没有这个热情 你就没有那个创作的动荣 那样的热情起源于你去观察这个时代的艺术的一个走向 让你也慢慢去修正我今后我该如何去做书法艺术创作 所以我就归纳出一个具有古典主义的现代书法 那我始终坚信这是一条康庄大道可以永远走下去的路 那各位也可以 程教授跟我都一样 我们不会用一个方法一个风格永远这样走下去 那个是以前的事情 那现在的书法艺术工作者希望就是说当下就是你的感觉 也就是你的心理状态 那我们利用一些符号把它表现出来 然后结合时代的美感 所以呢各位今天来这里欣赏这个书法展 你会觉得好像风格面貌很多元 是取决于当时创作者的心理因素 还有周遭环境 然后呢这样的冲击下产生一件新的作品 所以它当然完全都会不一样 8月6号上午 纳罗湾一郎为这项展览举行开幕茶会 由张岳焦老师担任司仪主持的工作 这一场画展的主题叫做千想妙德 其实这个主题是来自冬季时代的一句话语 意思是说呢 我们从我们个人主观的这种书法的这个概念出发 看到我们身边的这些所有的景象 我们用一种客观来做一个迁移的表现 那接着我们所做出来的这个作品 就是会有不一样的展现 那用现代话来说 就是一种创新观念的意思 也就是我们从既有的基础 然后结合我们本身个人的美学的素养 重新创作展现一个新的面貌 那个书法就是可以这样子 可以这样子自由的飞洒 其实艺术并没有很难 只要你敢大胆的 去把它表现出来 也有愁得很美的地方 我们学校实习商店 现在营业额每个月已经到达一百万 要怎么样去扩大 要怎么样经营 这确实需要借助这个林总裁的这个真正的这个企业经营管理的这个专长来协助 所以我特别呢 今天要来办这个校长特别之一的聘书 这么早 各位有这么多人可以来参加这样的开幕点 那可以想象台东处处有文化 我觉得书法他们做工作都是一种陶冶人心的一个作品 那也是我们社会上最需要的 这个是我们历史悠久的一个国粹 希望它能够花很光大 哇我们这个纳鲁湾 总裁能够邀请到这两位 这个不是只有台湾的宝 也是中国的宝 也是世界的宝 书法它带给我们的一个重要讯息 就是大胆 不要去管这个字是什么字 所以我给我一个启示 就是说我的话也是可以这样做的 阿泰老师的创意书法是 可以是全国第一把手 阿湘老师也都一样 这两个老师呢都非常的认真 所以呢 我看等一下那个会后结束 我们还是上三 好好认真画一下写一下 比较实在 陈戴勒、肖士琼两位书艺大家 不只最新于创作 更在教育界服务多年 作育不少英才 是老师们的老师 八月份在纳鲁湾一郎 这项难得的书艺展 欢迎大家前往欣赏 台东所在综合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